大家好,主播慷慷有余在节目开始之前和您确认是否已订阅本频道且打开小铃铛 这样有任何新内容发表时就可优先获得最新的节目通知 辉达是当今人工智慧AI晶片的超级巨星 不过全球晶圆代工龙头台积电有望成为比辉达更大的AI晶片赢家 根据海外媒体《八龙周刊》报道 台积电7月中旬公布的阅读报告显示 第二季营收达新9338亿新台币,折合319.3亿美元 由于市场预期的9240.5亿新台币,年增幅高达39% 虽略低于第一季42%的年增,但仍展现强劲动能 台积电并未揭露各产品线营收细节 预计7月下旬的法说会中进一步说明 不过报道指出,市场普遍认为 推升营收的主力来源正是来自AI晶片的订单 尤其来自主要客户辉达的需求 辉达近期市值突破4兆美元,成为市场焦点 其高效能运算需求一同步带动台积电产能满载 尽管台积电ADR随后小幅回落0.90% 市场认为这可能与该股近三个月已累计大涨53%有关 投资人趁机获利了结 辉达同期股价涨幅约51%,两者表现不相上下 相较于辉达第一季69%的营收暴增 台积电第二季成长幅度略显保守 不过在高阶晶片制造领域,台积电依然占据无可动摇的领先地位 业界普遍认为,未来数年内难有竞争对手能撼动其地位 英特尔持续努力吸引AI业者采用其制造设施,但成效有限 展望未来,台积电预估2025年,AI相关晶片业务营收将翻倍成长 并预期未来五年将维持每年约45%的年负荷成长率 显示其在AI浪潮中的关键角色 除了AI,台积电也为苹果、高通、AMD等科技巨头代工处理器 涵盖手机、笔电与其他电子产品 展现其业务结构的多元性,降低单一市场波动风险 半导体研究机构Chicks and Wafers的分析师在最新报告中指出 虽然AI仍是市场关注的核心,但传统应用的复苏 加上AI的长线成长,有望引爆另一波截然不同的半导体超级循环 然而,唯一的变数可能是川普的关税政策 美国总统川普近日表态将对进口晶片课程新一轮关税 尚未公布具体税率与生效日期,引发市场关注 虽然台积电已承诺对美投资高达1650亿美元 是否能获得关税豁免仍待观察 根据美国现行规定 若进口产品中有至少20%的价值是在美国本土完成制造或加工 如封装、测试等 那么,关税仅会针对其余的非美国部分课征 而非整体产品全额课税 台积电未来可能因此受惠 台积电ADR 7月上旬时,每股229美元左右 换算价1343.41元 折溢价率达22.13% 台积电在人工智慧时代的角色 如同其在2010年代智慧行手机热潮中的地位不可或缺 其先进的制程和封装技术不仅仅是渐进式的升级 更是赋能下一代人工智慧系统的基础性转变 凭借2025年第二季度 39%的同比增长 以及到2028年实现5000亿美元 人工智慧晶片销售额的清晰路径 台积电将成为这一结构性转变的最终受益者 具体来看 人工智慧革命正在推动半导体市场的历史性扩张 2024年 锦盛城市人工智慧Gen AI晶片 就占全球晶片销售额的20%以上 收入超过1250亿美元 AMD执行长此前表示 预计这一数字在2025年将超过1500亿美元 到2028年可能膨胀至5000亿美元 这种增长是由人工智慧系统 对高效能运算HPC资源的无尽可求支撑的 尤其是在资料中心 汇达的人工智慧加速器 例如Blackwell GPU 以及Google和亚马逊等公司的客制化人工智慧晶片 正在推动对只有台积电 才能可靠提供的尖端制造能力的需求 台积电的领导地位 源于其先进的节点能力 这对AI晶片至关重要 2025年第一季度 台积电占据了全球晶圆代工2.0市场 35%的份额 该市场专注于尖端工艺和先进封装 其3奈米4奈米节点 比之前的3奈米工艺效能提高15% 功耗降低30% 晶片尺寸缩小42% 目前贡献了其晶圆收入的22% 高于2024年的9% 该公司的CoreOS晶圆 上晶片基板封装技术同样至关重要 该技术将AI晶片 集成到高频宽记忆体HBM模块中 到2025年第四季度 CoreOS产能预计将达到每年66万片晶圆 比2024年的水平翻一翻 这种扩展与人工智慧驱动的需求直接相关 因为基于晶片的设计 已成为复杂人工智慧系统的标准 尽管台积电的竞争对手们正奋力追赶 但差距仍在不断扩大 三星的3奈米制程面临良率挑战和较差的能效 促使Google等主要客户将订单转移至台积电 英特尔的Intel 18a节点推迟至2026年 其俄亥俄州晶圆厂也推迟至2030年至2031年 进一步巩固了台积电近乎垄断的地位 晶圆代工2.0生态系统 一个由纯晶圆代工厂 OSAT厂商和光眼膜供应商组成的网络 也正向台积电倾斜 台积电与日月光和西品等OSAT厂商的合作 确保了先进封装产能的无缝扩展 而其在美国投资1000亿美元 则确保了地缘和商业优势 尽管台积电占据主导地位 风险依然存在 美国对晶片材料和设备的关税 可能会导致其亚利桑纳州晶圆厂的成本上涨 并可能侵蚀利润率 与此同时 成熟节点的供应链瓶颈 对汽车和工业市场至关重要 正在成为系统性风险 然而 鉴于台积电的财务实力和战略元件 这些挑战是可控的 该公司计划在2025年底前 实现2奈米制程N2工艺 并在2028年 实现1.6奈米制程A16工艺 再加上其420亿美元的 2025年资本支出计划 确保其仍将是能够满足人工智慧 日益增长的需求的唯一供应商 总的来看 在人工智慧 AI迅猛发展的推动下 全球半导体行业正在经历一场巨变 随着人工智慧系统 对运算能力的需求日益增长 对先进晶片制造的结构性需求 也变得前所未有的清晰 台积电正处于这场变革的中心 巩固了其作为人工智慧创新不可或缺的代工厂的地位 凭借其在先进制成和封装技术领域 无与伦比的专业知识 台积电不仅仅跟市场需求 更正在定义该行业的未来 那么本期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 感谢你的观看 期盼能与你产生共鸣 侃侃而谈 扩论有余 最后请你点赞 订阅 这对侃侃有余是极大的鼓励 谢谢